中秋节就要来临 但是有些家庭却无法再加捷 共享天伦 击打中部刮拉姆拉县 镇上的巴索 已经有50年历史的老电屋 今天凌晨1点20分 发生了夺命火灾 火魔不仅造成严重损失 还有一家三口 因为来不及逃命而葬身火害 三名死者都是勒林人士 其中死者夫妇经营着一家洋货店 店主的岳母已经高龄90岁 他们三人昨晚在店内留宿 相信是因为年迈体弱 在火灾发生后来不及逃生而罹难 根据击打消整局局长阿旺希泽指出 当局分别在凌晨3点19分 清晨6点和早上10点15分 巡获了三名罹难者遗体 目前还在调查失火原因 被烧毁的八间老电屋 结构大都市半砖半木板的材质 消息指出火势疑似 从洋货店开始蔓延 最终导致电器店 棒铺 理发店 两间家具店 和两间杂货店遭殃 由于消防栓水压过低 影响了消防工作 加上大风助长造成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灾人员最终在凌晨的3点08分 才成功控制火势